早上好 我是威命 欢迎收看9月8号的百格城报 今天各语言报章头条都不相同 有体育 社会 以及国家银行朝外汇案 首先 新报和大都会日报都把头条给了一宗车祸新闻 而遭遇车祸的主角是残障冬运会的大马脚车队四名选手 他们昨天在吉隆坡刮血大道练习时 被一辆四轮驱动车撞倒受伤 有可能让大马损失两面金牌 中国报头条也关于车祸 讲的是一名18岁因为车祸而恼死的少年张鸿斌离开人世 不过他的父母决定将孩子所有能捐出的器官都捐献出去 让其他人可以延续生命 光明日报头条也是社会新闻 说的是诈骗集团如今使用新招数打电话给目标 更冒充是杀手集团 开口就询问受害者是否得罪人 有人买凶杀你 接着又说只要肯付钱就免死 而至今共有7名男女为了保命被骗了32万令吉 明日新闻以及新海峡时报继续大篇幅报道 黄委会调查国行炒外汇亏损案 而这两家报章都关注安华证词 安华表示 他曾经在1994年跟已故时任国行总裁加化胡仙会面 对方当时告诉他 时任国行顾问诺莫哈莫耶谷在外汇交易滥权 甚至没有给予国行管理层正确报告 安华声称他当下要求诺莫哈莫耶谷辞职 否则就解雇他 而在昨天这场听证会中 主席穆罕默西迪和安华可说是火药味十足 因为根据国行提示的报告 当年的交易亏损是315亿令吉 安华只向内阁上报57亿令吉 不顾安华否认自己隐瞒及误导内阁 坚称内阁对国行的亏损完全知情 另外一方面 前首相敦马哈迪昨天也出席旁听 他过后受访时指出 国行外汇交易亏损金额是57亿令吉 是根据国行经过机查的报告 力挺安华是依据国行机查报告汇报给内阁 他说这是安华可以汇报的数额 难不成要他质疑或者是假想 有人偷了钱之类的吧 来看下则新闻 首相纳吉受邀在下周二官房美国 但人尚未出发 就已经招来外媒的一阵炮轰 继华盛顿邮报3日刊登评论文章 点出纳吉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相似之处 进行批评之后 华尔街日报的编辑部更是撰写社论 要求特朗普取消会面 文章指纳吉涉贪丑闻缠身 加上监禁敌对阵营的安华 还有为了让一马公司持续运作 会和中国保持战略合作 因此和纳吉会面并没有显著的好处 不仅违背了特朗普的竞选口号 也重犯前总统奥巴马的错误 让纳吉可以借着美国捞取政治资本 最后华尔街日报建议特朗普 用台风等等的理由取消会面 虽然现在取消会造成尴尬 但总比让一位丑闻缠身的领袖 有机会在白宫亮相来得好 那么今天《城报》到此结束 写收看 世界在美也要有明亮的双眼去发掘 我梦你只煮蓝莓最好喝